一个女人在一个家庭中 角色至关重要 一个望夫的女人能够带望整个家庭 还能够为自己的事业成功 打拼出一片天下 有些男人天生就很粗暴 对自己的老婆动不动就全打脚踢 因此这种男人注定就发不了大财 但是有些男人却是天生的好男人 对自己老婆疼爱有加 因此能够越来越有钱 下面这几个生肖女 男人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 只能疼不能骂 越宠财运就越旺 生肖兔 生肖鼠兔的女人 她们看上去很柔弱 其实她们的性格很坚强 内心很强大 她们的运势一直走得不错 她们能让整个家庭运势都变好 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生肖鼠兔的女人 按摩她们的整个家庭都会一步一步地富起来 再加上她们自身的努力 所以财运和福气会一直围绕在你们的家门 让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大运 发大财 所以生肖鼠兔的人你们取到了 简直就是取到一个宝 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们 越是爱她们 越是疼她们 你们的财运和横财运就越旺 但不可以打骂 生肖鼠 鼠鼠的女人机智活泼 灵气十足 特别惹人恋爱 而且她们不管出生在神模样的家庭里 最终都能够过上少奶奶般的生活 这并不是说她们能够嫁入豪门 而是她们不管嫁给谁 都能够助老公成为豪门 因为她们生来忘父 福气满满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老婆 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们 因为你越宠爱她 她们就越会忘夫发大财 因此绝对不可以打骂 否则只会越穷了 生肖鼠 宁重跟横财有缘 而且一直相当的旺盛 尤其是你们结婚之后 可谓达到了一个人生的顶尖时刻 而且财运也会随住你们的心情而转变 你们的运势也会随之而改变 心情越好 你们的财运就会越好 做事越顺心越如意 如果你家中老婆是生肖属虎的 好好善待她们 宠爱她们 你们夫妻两个人齐心协力 就能够打造自己的财富帝国 因为生肖属虎的命中 有一颗旺福星 越宠爱家庭也会越好 财运也是棒棒的 生肖猪 属猪的女人温柔善良 大气又优雅 恋爱中她们就特别善解人意 什么好的都会想到伴侣 结婚以后 更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自己的爱人 两个人财运滚滚 福气被治 定是会发大财 行大运 她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贵幸福 衣食无忧 家庭和睦 所以属猪女能够越活越年轻 钱多烦恼少 男人越宠爱她们 她们就越忘夫 生肖蛇 属蛇的女人自尊心很强 她们一直都在努力奋斗 唯一的心愿就是争取早点过上好日子 属蛇的女人爱家顾家 总是喜欢黏着老公 想要老公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给足自己安全感 属蛇的女人最有望夫想 若是能够得到老公的宠溺 她们就会感觉特别的幸福 也会甘心情怨地 被加努力奋斗 争取最终能过上富裕生活 生肖龙 生肖龙的人创新能力是很降的 她们头脑灵光 而且敢于尝试 所以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 这样的人在才华方面 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愿意付出努力 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拥有大富大贵的生活 而这样的愿望在 未来的十年里有机会变位现实 无论官场还是职场 都有不小的收获 未来十年红运档头 富贵在守孝开延的生肖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足智多谋 才华横溢 他们性格随和 和身边的朋友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 所以能够结识贵人 大吉大利 在未来的十年里 属兔人在职业上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除了贵人相助 还有六亲扶持 吉祥如意 注定钱财滚滚进家门 结束贫穷的生活 尽享荣华富贵 吉祥如意 未来十年红运档头 富贵在守孝开延的生肖 生肖蛇 生肖蛇们一生一帆风顺 在自己的日子中越来越舒服 在自己的财运方面横财滚滚来 而且他们善于跟别人打交道 财运会跟注一掌再掌 加上他们勤奋好学 为人正直 只要肯安下心下心来努力 会红运档头 在未来十年 富贵有 马上迎来富豪的生活 未来十年红运档头 富贵在守孝开延的生肖 生肖虎 生肖虎们不会弄虚作假 虽然生活压力一直很大 不过在十一月后 好运突出 就能迎来运势回升 加上 属虎人本身很有实力 会有红运档头祥林 人生能迎来新的幸福 在未来越活越滋润 越过越自在 未来十年 富贵有 不缺钱花 当我们降生在 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 不同的人就被命运 赋予了不同的命数 有些人一生富贵无忧 幸福和美 发展顺遂 下面说到的三大生肖 就有如此好运 明年好运档头 注定多财多福 生肖蛇 蛇年出生的人 聪明伶俐 胆时过人 才华横溢 无论在什么行业当中 他们都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一生深得朋友信任 人缘极佳 明年好运档头 工作档中得心应手 出色的表现得到领导的青睐 只要不断地奋斗 努力 注定多财多福 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烦恼 生肖兔 兔年出生的人 为人豁达 重情重义 脚踏实地 他们聚才能力 一流 志向高远 根本不会为了小的利益 而斤斤计较 而是想办法赚大钱 得到吉星的庇佑 明年好运档头 多财又多福 特别是财运方面一路飙升 发展顺风顺水 经过他们的努力 就可以脱贫致富 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生肖兔 兔年出生的人 为人敏锐 才智双全 有助敢想敢做的精神 他们不管从事何重行业 都有助积极向上的精神 会努力将事情做好 吉星天将将入助财伯宫 明年好运档头 多财又多福 只要愿意 踏踏实实地工作 外加好的运势 注定钱财无忧 还能拥有升职 加薪的机会 惹人羡慕 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 这是天生的 在人脉圈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心地善良 为人随和的朋友 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尽心尽力 但是却容易被小人盯上 出现吃亏的现象 就如同下边这几个生肖的人 他们虽然被小人算计 但是此生福报连连 宏福旺盛 注定万事大吉 平安顺遂 一起来看看吧